大家好,我是老番茄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玩这个The Starving Artist 继续来教大家画画 上一次我们是画了几幅传世之作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进行自己的画画之旅 好,Act 2 下一回我们好像是已经得到了各位街头的认可 然后我们这次在街上建立了自己的一个小画室 好,那第一幅画作 那就庆祝我们获得新的画室 我们要画一幅庆祝的作品 当然是要画这个香槟了 洞房花竹叶金榜齐名师 我们现在就属于一个人生成功的一个阶段 所以说我们现在呢 非常的开心 我们要在画里把我们的开心给表现出来 放上两个眼珠 好,画上我们性感的嘴唇 画上我们性感的鼻孔 鼻孔好像不是红的呀 非常健硕的胳膊是吧 我们手里在抓着一个东西 我们手里在抓着什么东西呢 这是一个香槟 香槟的液体 我没有喝过香槟 香槟是什么颜色 是红色的 香槟应该是红色的吧 哦,那是红酒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它开的就是一瓶这个带气的红酒 大家都开香槟嘛 那为什么不能喝红酒呢 是吧 然后大家都知道 香槟摇了以后会有一些气泡 那我们再来画一些气泡 香槟呢,要干嘛 要喷出来嘛 对不对 然后香槟 喷出来 哇 哎呀 哦,庆祝嘞 庆祝嘞 然后咱们这个色调主要就是红色 是吧 橙色 这是我们刚刚到了这个画室 这是我们第一个作品 这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 对不起对不起 还没有画 还没有画头发 哇,突然很朋克 有没有 主角啊 看到这个胡子 表明它立心了千辛万苦 有了自己的画室 然后非常兴奋 然后看了一瓶香槟 然后这个红酒刷到盆子里 呃,呃,就射出来的那一刻 呃,它射爆的那一刻 到了这个关应该是价钱都很高 刚才上一关呢 800多块钱 900多块钱 我们这不就可以画1000吗 哇塞 这关你看出场的都是什么巴尼的贵妇人 1220 卖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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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个新的工具了 哦,就是说现在我们可以更精细的作画了 那这幅画呢 我要画一个陪伴了我非常久的一位朋友 然后呢,在我的生命中呢 他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啊,这次我之前可能没有跟观众朋友们说过我的这位朋友 但是今天呢,啊,我就要把它画给大家 让大家知道 他在我的心中呢 真的是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一些席位 也希望给大家认识我的这一位朋友 看啊,这动着的双眼 没错,这就是我这位朋友 他的英俊的脸庞 接下来是他呢,火红的蠢 好的啊,画完了他的微张的嘴 画好了他的舌头 在这之后呢,我们再给他点上几块牙 我的这位朋友,你们也都看得到了 好的,接下来再稍微润色一下 好,画完了他的蝴蝶结 我尽可能真实的去还原了他 好的,那完成了这副朋友 我就把它这个挂在我的画面里 他的名字就叫Screaming Chick 下一副我要画一副 守望先锋麦克雷 可以看到,首先我们要画 这个陈土飞扬麦克雷的脸庞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画他的帽子 非常的帅啊 接下来要画麦克雷的双眼了 然后他的樱桃小嘴 接下来是麦克雷最帅气的部分 他的小胡子 好了,接下来麦克雷红色的小砍尖是不是 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 随便了随便了 不管了不管了不管了就这样了就这样了 好,没问题 好烦啊好烦啊 不喜欢,我一定要不喜欢画细节了 不管了不管了不管了就这样了就这样了就这样了 两条剑术的大长腿 然后呢 然后那个背后要要要要有一个太阳是吧 要有个太阳,五十一到 五十一到麦克雷要有一个慵懒的眼神 但是呢在这样的基础上 我们还要再加上一点黄沙漫天的感觉是吧 哎呦喂 这个地方有点 黄沙有点太多了吧 画这种肖像画的画风画的稍微有点累 这个人画一千四百五十一 我才不卖给你的 我这幅画至少要卖到两千是吧 我画的这么认真 哎,画的有点累 那我们来画一些稍微轻松一点的东西啊 好,那我们看一下我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了 一台钢琴 在我房间里的一台钢琴 那么呢 接下来就来画一台钢琴是吧 哎,我们钢琴不就是黑色和白色的吗 但是我偏不啊 钢琴啊 钢琴我要用什么颜色画 我特别用绿色画钢琴 用绿色画钢琴 你他妈改姓嘛啊 钢琴应该是什么颜色的 大家都知道钢琴一般都是黑色的嘛 那我偏不 我就要画一台红色的钢琴 那我要画一台这个什么三角钢琴是吧 首先大家都知道三角钢琴嘛 为什么三角钢琴叫做三角钢琴 因为它呢 哎,是三角形的 然后我想想看这个东西怎么画 哎,随便,随便吗 随便吧 他们说Interesting lack of complexity 他们说我这幅麦克雷啊 缺乏复杂什么 就不够复杂 好了,接下来大家都知道 就要画这个琴剑了是吧 好了,我要开始我的瞎接包换之旅了 哎,钢琴嘛 那剩下的呢就是键盘了 哎,不管了不管了 反正就这样了吧 就这样了吧 我的大作就这样的画完了 那大家有没有觉得缺了什么呢 啊,这个居然是绿色的钢琴 我要表现得出 音乐是一种是吧 绿色的东西是吧 啊,那我们就要在上面画一些 哎,绿草 啊,这个人又来买了 只有这个人会买到最后给这个画画一个效力 好了,那这幅画就正式完成了 虽然说有一些画长得确实歪挂裂枣了一点 啊,我确实觉得创造的东西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页 好的,那接下来创作下一幅画作吧 那我这幅画要画一幅抽象画 我要画一幅抽象 好,我上次已经画了那个写实版的自画像了 这次呢我要画一幅抽象版的自画像 1451,那么17我就卖了吧 大哥1894,好,实货 麦克雷卖了1894 然后呢,他说这个 Cash Flow Passport Out 就是说我们呢已经在这个赚大钱了 啊,有一些这个 潜在的投资者啊 这个看中了我们的才华,抽象派老 番茄,我们皮肤比较黑嘛 那上一回合我们比较 保守的选择了这个颜色,那这次呢 我们这个激进一点啊,直接选择 黑色,哦,好,然后这是 我的脖子,但是头没了,没了 怎么办,没有关系抽象化 不在乎这些,然后我们的头 在这里啊,我们的头 我们的头,大家都说我下巴长是吧 那我就,就干脆画的长一点 这是我的右手啊 我的胳膊很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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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有一种交错的感觉 好,接下来是画我们的嘴啊 我们的嘴照样烈焰红唇 哇塞,这不是非常的可怕 非常的可怕 这就是艺术,这就是艺术 你知道吗,啊,头发就随便了 就随便了,就随便了 头发就随便了,然后画一点胡子 胡子啊,胡子,鼻毛啊,再画点鼻毛 好,这是我们的脸 我们的脸就正式的完成了 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创造我们的身体了 这是我们的心脏 左心房,右心房 左心湿,右心湿 然后我们的肺呼吸了大自然的清新的空气 所以说是绿色 这是我们的肝啊,这是我们的胃 大肠是橙色 大肠是橙色 小肠是这个 就肉色的,就肉色的 然后,这就是艺术 看不懂才叫艺术 看别人的评论 I don't understand 废话,你这种蠢逼当然不会 understand 我这种高盛的画作 怎么可能是你这种蠢逼可以understand的呢 然后又有人来买了 哇塞,一下子上来2727 再讨价一下 3337是不是 画得非常的好 3337 买出我的画 我不应该急着卖的 现在这幅画红色的是什么 红色的是 炎热 炎热 那我就画一下 刚考完的这个高考吧 老师站在这 老师站在这 老师要穿内裤 老师穿那条内裤 老师不能只穿内裤 老师还要穿点衣服 然后呢,老师俩了个金发 染了个金发 不对,这是绿色啊 然后画几个课桌 画几个课桌 课桌 诶,这个两个课桌连一块的 高考的课桌是要分开的 你们两个怎么可以呢,坐一起呢 说面上呢,摆着一张试卷 哦,哦,哦 我们从这里看到呢 都是他们的后脑勺 后脑勺 然后呢,就要给他们画一些头发 后脑勺上看到他们 他们各种各样的头发 这个人染了一头蓝发 这人染了一头蓝发 然后这个人呢,这个人他没有头发 试卷没有写 哦,然后这两个人在干嘛呢 啊,这两个人面对着面 这两个人面对着面 啊,他们在接吻 啊,他们在接吻 张着嘴巴在接吻 这两个人啊 老师啊,你看后面有两个人在接吻啊 我真的他妈编不下去了 好好好 好的,这幅图献给这个 已经过去的高考 偶尽力学之作,好吧 那最后一幅画 我就 再画一个 最后画一个番茄 我这次画一个真正的番茄 啊,总之 这几年来,谢谢大家了 啊,总之最后画一个番茄给大家 我画一个非常圆润饱满的番茄 最后一幅画 我要用我的番茄 来打动大家 好嘞 画了一个番茄的梗 但是不行 但是不行 怎么可以画一个番茄就结束呢 最后我要画着我满寒期待的眼神 给大家送上一个热吻 看 这深情的吻 好的 啊 画完了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是不是非常的深情呢 是不是非常的可爱呢 是不是非常的美丽呢 好的 老番茄是长在地里的啊 展开了一个拥抱啊 哇塞 是不是非常的可爱 非常认真的画这个眼睛 啊 是不是有一种我的眼睛在闪耀之的感觉 啊 我的这一幅传世名作 啊 传世名作 番茄的爱终于完成了 啊 一位贵妇人 一位贵妇人来看我们的画 fascinating 美妙 她跟我们说我们的话非常的美妙 实况解说啊 正式到这里结束了 因为这个游戏到后面也是一直画画 一直画画啊 大家看的也会觉得无聊的吧 所以说我感觉我的创意呢 也是真真切切的已经用尽掉了啊 感谢大家收看过去的这些视频 那我是老番茄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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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